早上好啊 现在是早上的6点45 我们现在在这个萨佩码头这里 这里的话呢 是我们带车过Floris岛的唯一的码头啊 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上船过Floris岛 我们进来之后 这里的负责人就问我们是不是伊万先生介绍的 我们说不是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先登记 然后的话可能会得到明天的船期 因为录像做视频嘛 他又叫我们进来 然后的话这次态度非常好 然后的话他也安排了一番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确定明天一定能上船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在外边录像做视频还是挺好的 最起码的话 问题会有一个确定的答复嘛 是吧 我觉得这样子挺好的 是吧 不可能的呢 那今天就已经走过了 所以今天就要多了 我们在这个码头附近找了个酒店 这里停了好多这些等过码头的车 有的两天有的四天有的五天 反正各种不一样的天数了 我们也在这里等吧 反正已经确定了明天一定能上船了 那就好了 我们七点钟就过来排队了 谁知道来到这里看到好多车咯 可能他们六点都过来排队了 希望这艘船能把这些车都上完吧 要不然又等了 看到了吗 一堆司机在那等轿号啊 留意前面他们握手啊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司机握了五万给这个调度嘛 可能他觉得这个调度在外边风吹雨晒的不容易嘛 又或者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给的这个小费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的话 我们终于可以上船了 非常的庆幸啊 我们本来定了VIP空调房的 但是里面的空气没有对流 好浑浊的空气在里边 所以的话我们跑到甲板上边来了 这里的空气好多了 所以的话 坐船一定不要空调房啊 上边就好 经过八个小时的航程啊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如丝如画的拉布恩巴州 拉布汉巴椒这里了 看了这个美景 我觉得八个小时的航程 没问题 一切都值得啊 看太阳要下山了 我们赶在太阳下山之前 来到了码头这里 这样子的话也不会赶夜路了 我的天啊 这一排本来是四辆车的 现在塞上了六辆车在这里 这个大哥要从后门爬进车内 然后再到驾驶座把车开出来啊 这辆车在两三个人的指导下 慢慢的挪出来 假如在海上的时候 海浪大一点 这些车不就挤在一块了 挤扁了 好悬啊 上了船 我们就马上来酒店登记 入住了 好累啊 好了朋友们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